作者也能睡着 慈悸正在团勘察团 天天早出晚归 累到随时都能秒睡 那时候他们很可怜 你知道吗 只有煮饭 还要吃饭 还要开会 开会后还要做 自己敬业的功课 所以每个人都搞到很晚 都一两点 就去帮他们 南非辞职志工跨国 来到墨森比克 当后盾 料理三餐 非常感动 就是非常感谢南非 事顾他们的帮忙 就是让我们非常累的 非常饥饿的时候 有这么丰盛的 让我们补充体力 这些其实在墨森比克 很多东西都不一定买得到 所以就是真的很难得可以吃到 像这样台湾的就是家庭感觉的 很棒的那个菜肴 事顾我觉得他们真的是 虽然说是妈妈心 但是我觉得真的 真的很感恩就是 把每一个人都当作是自己的小孩 从上一次震灾到这一次 就觉得真的是很 舍不得他们这么辛苦 都跟大家分享过 他们回台湾 然后他们就说 你不是去震灾吗 怎么变胖了 我们还会坐在车上 我们还会坐在椅子上工作 可是他们这样站整天 真的是很不容易 然后昨天才惊觉 原来大家方林都已经超过60 人间勘察团人士马不腾蹄 一边吃饭一边开会讨论进度 妈妈心的料理 也是幸福的精神食粮 带一线圣龙兄弟近欢 莫森比克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